由于市政府在俄罗斯的帮助之下,德拉舍已经基本上是全部解放了。 据透露,目前市政府准备派出最精热的四个装甲师以及老虎树辉石北上,彻底将北部地区解放。 但是没有让巴莎尔强到的是中国驻叙利亚大使公开宣布,如果叙利亚政府同意的话,我国将会派出部队进入叙利亚,帮助市政府彻底解放伊德利普。 由于伊德利普长期盘踞这一批东途恐怖分子,不但影响着叙利亚国内的团结统一也威胁到了我国国内的稳定。 所以我国决定将会派出军队进入叙利亚,使用中国武器的是政府军,但是外界猜测我国直接派出大量解放军的可能性并不大,很有可能是出动我国的特种部队以及派出优秀的指挥官。 作为叙利亚政府军的军事顾问,为其提供帮助,因为如果大批量的出动部队会提高士兵的伤亡率,人数少战斗力强和俄特种部队成为了首要军选。 再加上我国的军事顾问的参与,续政府军的战斗力还会得到很好的提升,因为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塔桑尼亚军队正是得到我国军事顾问的帮助,才让乌嘎达和利比亚远征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一度被外界称为东非解放军的存在。 事实大会虽然续政府军已经身经百战,而且战斗力也是十分的强悍,这会大大的减轻我国军事顾问的压力,可以直接为其制定详细的作战计划。 巨细俄式联军曾经在解放戴尔族二省的时候,由于一朗军事顾问为其提供了我国解放军的一种战术,加上俄罗斯还出动了散并特战团配合俄式联军的坦克部队一路横冲直撞,原本计划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仅仅使用了一周,就彻底的解放了戴尔族二地区。 而最重要的就是伊朗军事顾问曾经接受国中国军事顾问的培训,所以才会想到使用我国的战术,东突分子通过俄罗斯联军解放戴尔族二可以看出,即使是我国不出动各种部队,但当依靠军事顾问来对市政府军进行指导,也就是可以成功的帮助到叙利亚政府军。 除了军事顾问的支援母国,还可以卫视政府军,提供详细的卫星侦查以及情报支持,这将会是叙利亚政府军大大地提高部队的精准打击能力,而叙利亚政府军只需要全部歼灭伊德利古舍的东突极端分子,就是对中国最大的回报。 请订阅 있습니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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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